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中如果有65岁以上的长者、6岁以下幼童、慢性疾病患者或没有个人专用房间及位于设备者,入勤后必须入住防御旅宿 最后提醒,不论居家检疫者和家人都要勤洗手,避免触碰眼鼻孔及做好咳嗽礼节 居家检疫期间外出最高会被罚款100万元,千万不要女生释法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家新闻,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为了要降低公安意外,新美市长侯友宜特别视察土城青年的住宅工地 而土城青年住宅距离捷运海山站只要6分钟,占地利交通之便 外界就特别关心这个租金的价格,是不是会像台北市明轮社宅一样上看月租4万元 土城青年住宅施工进度,大略完成建筑主体 而为了配合降低公安意外宣导 新美市长侯友宜以此工程基地作为推动低风险工地认证标章 和营造工会业者等人一同签署合作书降低公安意外 而土城青年住宅临近海山捷运站只要6分钟,有地利之便 加上台北市明轮社宅4万元的租金钱力 外界更好奇租金定位会是如何 当完成以后租金一定要跟市场打7折到8折的方向来走 来照顾一些需要被帮助没有房子 需要被机制上提供更优惠的条件来进行 这是我们的大方向 侯友宜强调新建社会住宅包括交通便利 还有方便的生活机能 施工品质更要做好 而土城青年住宅共有534户 22到30坪的坪数设计 以22坪来说市价的7到8折租金会在2万元左右 这个社会住宅在土城这个段离海山站只有6分钟 那就学就会的环境非常的棒 那目前我们原则上就是该22坪到30坪左右 那以22坪的租金一定会在2万块以下 来符合我们社会住宅当时新建的美意 来符合我们的租住政绩 新北市土城青年住宅租金不会上看4万元 侯友宜强调是市价的7到8折 如此一来才能符合社会住宅新建的美意及居住正义 让更多弱势族群能够有遮风避雨的家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再来看好消息 具有百年文化历史及天然景观资源丰富的三峡 荣获2021年经典小镇3.0的认证 可说是实质名归哦 一起来看看 由交通部观光局办理的2021年台湾经典小镇3.0评选 新北市三峡区以丰富的人文历史自然景观获得评审青睐而入选 受政当天三峡区长周敬平与公所团队 穿着三峡特有的蓝染服饰 接下这份荣耀 入选台湾经典小镇的30个乡镇市区 那很期待能够跟你们照个下 希望这样能够有助行销 但是如果你们邀请我下乡 我一定请我的同仁把它排出来 好好地为大家来行销 周敬平区长说 除了书面资料审核之外 评审期间还有神秘客现场勘查 相信神秘客来到三峡后 也被三峡的好山好水吸引 同时也被民众的热情感动到 神秘客哪时候来我们不晓得 但是我们三峡其实好山好水 我们有很好的文化艺术 我们有很好的特产 我们其实也不担心他们哪时候来 因为随时来都可以感受到三峡 是一个相当棒的地方 有文化艺术的城市 也是一个观光大城 所以用最真实的面目 让我们的神秘客来接触的话 他看到的就最真实一面嘛 不管是大暴溪流域 祖师庙周边或是好吃的金牛角 想体验经典小镇之美的好朋友们 欢迎一起到三峡来趟深度小镇旅游 体验三峡小镇特殊的文化庆典 骑着脚踏车到每个地方去看一看 我们有非常历史 悠久非常历史的祖师庙 那我们也有非常棒的蓝染的艺术 也可以来体验一下我们蓝染的作品 不只衣服 我们还可以做像丝巾啊 或者是皮包 还有鞋子也看到有蓝染的 所以可以到每个地方去看 每个地方不同的生活环境 跟那个地方的一些风俗文化 记者沈金华新北采访报道 在内来看英哥 奉明国小校庆 结合师生年度美展 将日常生活所见所感 透过画作手作展现出多元的创意 就是我们学校师生 利用我们奉明国小校庆的活动 举办一个师生的美展 让小孩子可以展现他的创造力跟想象力 也供很多同学一起来学习美感的教育 奉明国小校长吴木树说 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 在美学方面有很优异的表现 结合校庆活动办理的师生美展 将日常的创作成果展现给大家 想说校庆那一天有很多的家长跟来宾 会来到学校 那就请我们学校的美老师 还有小朋友一起 把他们平常创作的作品展示出来 就是让美感教育可以跟家长一起分享 原来只是到学校 为英哥创意绘画比赛颁奖的 新北市议员洪家军说 进入了校园现场 才更加了解学校的美学教育 很努力的在进行 可以到学校更了解就是说 其实他们有很多的这样美学教育 已经正在做了 尤其刚刚啊 特别还cue了一下学校的老师说 我们这边一起共襄盛举 来对英哥 是要大家能够做一些 尝试跟努力 给自己一个挑战 哇 我很佩服我们的老师 一口气就答应了 那我们也期待 透过这样一个美学教育 包含市政的一个结合 我相信 我们在地这样一个美术 这样一个文化 绝对会更不一样 英哥区长世明慧表示 很惊艳学生们在美学方面的表现 也从作品中看到学生们对日常事物的观察 与体验是非常深刻的 尤其我们刚才看到 漂亮的奉蝶 还有我们的美法设计大赛 都是小朋友自己创主题 自己发挥想象 来创作这美学概念 尤其我们在看到 陶瓷重镇艺术制度 这个陶瓷的展 更是不容易 小小的小朋友 可以做出这么精细 这么亮丽的一个陶瓷作品 可以说是非常的开心 记者沈金华新北采访报导 水果月曆到底有多抢手呢 有民众拿到台中市议会发送的月曆 就上网拍卖来牟利 但你来看土城这边 新北市议员彭成龙 听从名义 印制了12000份的水果月曆 很快就被索取完毕 在这是三月的三月的我们的秘长 在四月好运旺旺来 没错水果月曆又来了 年末之际明年要用的月曆 新北市议员彭成龙 交由服务处主任彭一书 帮乡亲们印制完成 哪个季节哪种印井水果 通通都是台湾之报 原本彭一书计划要改款 没想到询问乡亲意见竟被拒绝 大家就只想要水果月曆 彭一言的那个水果月曆出来了没有 真的好多人问 又漂亮 因为那是我们台湾那种产品 每个月每个月的都不一样 比如这个月出什么 这个月出什么 大家都知道说我们今年要吃 对当季的就算是水果 可以换啊 换别的样式啊 我问过我们 我们常常说这样比较漂亮 水果月曆真的很漂亮 就是都爱水果啊 不可以换外面吗 蛤 不可以换外面吗 不可以 因为这是我们台湾的水果 最好处又最甜的 大家都爱水果 月曆可以换啦 不用换啦 用换喔 大家都会不记得说 我这个月要吃到一个水果 生产出来 比较漂亮比较好 除了水果 是不是可以朝向其他 可能是海洋风啊 还是一些地理地理的 那种台湾风景的部分 但是经由跟所有的那个民众讨论过后 他们都觉得还是要水果 给我水果月曆 其余免谈 乡亲们的喜好分明 如果印制其他设计 还表明宁愿不拿月曆 也不要议员服务处改款 服务地方多年的新北市议员彭成龙认为 有些东西还是老得好 就以民众的意见为意见 大家皆大欢喜 因为他的月曆很漂亮 为什么漂亮 他的水果月曆很漂亮 水果月曆不会很老套吗 怎么会 怎么就是也 因为看到人家华智设计出来的设计 很多乡亲们 他们都说他们小孩子在国外流血 他都跟我们说都要两句 都要几个 他说都要给他拿去 我感觉他说 现在年轻人的设计 真的不错 印制当令果物 看起来栩栩如生的水果月曆 对老一辈来说有特殊的情感连结 彭成龙议员服务处 印出一万两千份免费索取 有需要的民众动作得要快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前新北市议员李婉玉连任失利后 有可能再回国参选吗 目前又在忙些什么呢 透过短片想听一下再说 带您去拜访这位前美女议员 我是小哥哥 今天的来宾记得想一下再说 今天呢我们来直集美女议员 婉玉妹妹的家 看看她平常都在干什么 请问有人在吗 请问找哪位 找美女议员 那有 嗨 你看各位 我们的美女议员 婉玉妹妹 我们很久没有看到我们的议员了 那我们很好奇 议员的养了一只非常漂亮的猫 当初你为什么会想要养这样的一只漂亮的猫呢 是不是因为家里有老鼠出现了 什么老鼠 你看这样的家会有老鼠吗 不是 她其实不是猫 她是那个英国短毛猫 英国的短毛 对 所以跟她讲都要讲英文咯 对你怎么知道 然后她现在三岁半 以前我其实一直很喜欢 比如说想养一个小狗小猫 我就是觉得说回到家里好像有一个陪伴 然后我可以学着去照顾的一个猫小孩 这样子 一个猫小孩 对啊 对啊 她吃的食物非常挑 然后她就是跟那个英国人就是吃的东西差不多 然后她不吃鱼 所以 她的主食是 鸡肉 还有高汤 半小匠 哈哈哈哈 来一点卖 哈哈哈哈 我们现在要请婉玉妹妹 跟我们来真心话大考验 一元 请问最近有交男朋友吗 没有 这很久没有 叫做怎样 有 骗人 那你问我的话 我的酒量好不好 哈哈哈哈 一元你一定很不喜欢喝酒 对不喜欢 你看不准 这根本是颠倒的吗 不准啊 完全不准 谁准备的烂东西 脸放过来 哈哈哈哈 请问小哥哥帅不帅 真的很帅 真的 而且又实在 我们来看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来看看美女预言到底都在做什么呢 你先用那个手心 手心 这里 然后你 手心两只这样 互相摩擦一下 然后 再来就开始这样推这边 这样 你要试一半嘛 那你眼睛不拿下来干嘛 我自己推 对推 我觉得等一下要保护我回家 我觉得我走在路上都很危险 它很快就吸收了 它不会像一般的油 就是老半天就是整个都很油腻 有没有blingbling 暗沉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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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试这个 我的那个精华液 天啊 对 我保证一个礼拜不洗澡 差很多吗 嗯差很多 真的差很多 对因为就是我 真的是我用了几十年的东西 然后 因为知道我的个性 我不可能随便 拿个东西来 然后扎我自己的招牌 好 现在大家都知道 婉毅现在在做什么吗 不用想一下 现在就赶快按赞 分享 订阅 打开小铃铛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台湾是华语流行音乐发展的核心基地 文化部与桃园市政府为了让民众更认识台湾的摇滚乐团发展历史 透过在桃园展演中心举办的台湾摇滚音乐主题展 展出歌手的私人收藏 欢迎喜欢摇滚的朋友们前往欣赏 十三乐团乐情的在台上演出 并唱出一首首的热门歌曲 不仅为台湾摇滚音乐主题展揭开序幕 同时精彩的表演也让民众更认识台湾的摇滚乐团发展历史 藉此让民众体验台湾流行音乐的热情与活力 其实是把乐团介绍给就是大众 一般的市民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窗口吧 或是一个入口 因为其实台湾的乐团非常的多元 然后曲风也非常的 就是很多样化 但是如果大家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介绍的话 可能不知道整个台湾乐团发展的脉络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让大家可以进入这样子 台湾多元的音乐世界的一个窗口 我蛮喜欢的 台湾是华语流行音乐发展的核心基地 文化部与桃园市政府 透过规划六大展区 与五场奖场会活动 除了有展出歌手诗人的收场 同时还会邀请多位的知名音乐人 以讲唱模式分享对台湾音乐发展的简介 追溯整个台湾搖滚音乐发展的历史 那特别是在90年代以后 那么从这个地下乐团 转型成为独立乐团 到成为乐团的时代 到现在网路时代 我们的搖滚音乐已经有很多样的发展 这是台湾音乐的一个重要的潮流 也是我们的生命力 那我们希望这次展览可以看见搖滚 听见音乐也体会到台湾 那这一次的展览呢 除了展览之外 还有很多的大师讲座 那我想也可以藉由这一次 让大家可以认识台湾多样的音乐 台湾搖滚音乐主题展 于桃园展演中心省达登场 并从即日起展出至12月27号 而民众来到展览会场 不仅可以认识华语音乐的发展 同时还有科技与音乐的互动展区 欢迎民众把握时间前往观赏体验 记者王中军台报道 桃园市炉竹分局自成立以来 长期向农会大楼租用场地 来而这样的情形也造成圆景办公上的不便 对此桃园市政府透过圆南侃派出所的位置 打造全新的炉竹分局 并在12月8号举行动土典礼 桃园市长曾文燦在警察局长官与多位官员的陪同下 共同为炉竹分局改建动工典礼祈福 炉竹分局自成立以来 长期向农会大楼租用场地 造成远景办公商的不便 对此市府透过辞职3亿3千万 借此要打造全新的炉竹分局 原来的炉竹分局是向炉竹区农会租借办公室 那我在上任之后决定进行南侃亮点计划 针对炉竹行政园区的重整 那进行规划 其中有一项就是炉竹分局重建 那原本想利用隔壁的农粮署的仓库 那因为多次协调不成 最后我们决定用南侃派出所的基地 大概500坪左右 那么重建炉竹分局 那地下两楼地上七楼 建坪大概2300多坪 可以容纳分局派出所跟交通队 那我想将来是一个崭新的警政机关 桃园市政府规划打造的全新炉竹分局 为移动地下两层地上七层的建筑物 不仅可以满足远景在办公职勤与服务民众等需求 同时新的炉竹分局也特别以炉竹意向为设计主轴 期望要完善远景的工作环境 那这个分局是用炉竹做造型 那非常具有地方的主题特色 那将来也是一个代表我们在炉竹的 这个治安维护上 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标 那这几年炉竹的进步真的非常快 人口已经到达166000人 那因此原来只有四个派出所 那未来我们也会再规划增设一个派出所 让辖区的人口比较均衡一点 让这个整个治安的效能也可以提高 炉竹区近年来人口成长快速 目前人口数约166000人 因此治安的维护也相当重要 对此全新的炉竹分局 将会落脚于原南侃派出所的位置 同时市府也规划要增设新的派出所 借此要守护民众的安全 记者网络军台报道 为了要激励若是学子 翻转人生的伪电影《最美丽的风景》正式上映 题材取自真人真事 出品人希望借此唤醒社会更多的善念 将爱传出去 把当时身体硬朗 努力的工作买了一栋透天措 作为我们的家 为了某一个夜晚 轻柔的音乐搭配主角的旁白 上演一段励志故事 这是由大和和西名优秀 清函奖助学金所出品的 《公益》为电影《最美丽的风景》 题材取自真人真事 希望带给所有弱势学子正向能量 从三四年前接触到阿瑞跟阿婷 这委员会兄弟 那一路从他的过程里面 感受到他们两个的努力 非常的辛苦 一路陪伴着 我在起心动念 想借由他们努力的过程 把它拍成这部片子 能够鼓励大家 让更多人能够看到 看到了以后 借由这样的努力过程 能够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感受 而是更加努力 奖助学金赞助者何西名 虽然曾经背负上一代的债务 但仍然勤奋向学 改变自己的人生 也因此设立奖助学金 让学子在教育 非用上无后顾之忧 此外在微电影供应会后 也公布两项决议 今年的新计划 我想在今天这个微电影 的供应会里面 我想第一个 在今年的下半年 也就是上学期 我想第一个 我会公布一个最大的决定 第一个 就是让各县市的重点高中 设立奖学金 这是第一个重大的决定 第二个重大的决定呢 办理大和奖 也就是让全国各大大专院校 能够拍摄微电影 来做一个比赛 然后它的主轴就是 爱与传承 目前微电影最美丽的风景 都能到网路上观看 或许大家在看完两位学子 在求学历程的故事后 也能被他们努力不懈的精神 所感动 并将满满的正向能量 传递到社会的每个角落 记者有家于桃圆报道 桃圆的青春团队 特别将狗狗的互动 融入特殊教育学习 透过将流浪狗培训成心浮犬 来治疗特殊儿童 借此互动的过程 让孩子学习控制脾气 以及与人相处的互动能力 透过镜头带您来了解 可爱的狗狗 总是让人感到心情愉悦 并且为之融化 桃圆的青创团队 特别将狗狗的互动 融入特殊教育学习 透过将流浪狗培训成心浮犬 来治疗特殊儿童 借着互动过程 让孩子学习控制脾气 以及与人相处互动的能力 狗狗都不喜欢大的动作 或者粗鲁的动作 或者是大声音突然的奔跑 这些可能小朋友都比较容易 不自觉的在互动当中 跟同侪会有这样的状况 但是对于狗老师来说 因为这些动作 他们的反应都很快 狗老师反应很快 然后很直接会告诉小朋友 说你现在突然的奔跑 突然的尖叫 对他来说 狗老师是不喜欢的 透过像这样的一个互动 让他们去管理他们的 控管他们的情绪 然后进而去转换到 他的同侪之间的互动 因为我们也会设计一些 他们需要合作的一些小活动 幸福犬团队特别选择 培训流量犬 是有感于全台的浪犬问题 日益严重 如果能把狗狗培训成幸福犬 不只能帮助特殊儿童与长辈 也能协助解决浪犬收容的问题 大家会在尤其是四祖梅 会发现就是家里面 其实有一只狗狗 然后有狗狗长期性的陪伴 他真的可以帮助一个家 改变很多气氛跟改变个人 帮助个人成长这样子 所以其实帮助浪犬 进入融入我们的社会 其实也是在帮助我们减缓整个社 社会上面的一个很大的困扰 跟一个议题这样子 那更棒的是因为又藉由 就是原本是社会上面问题的流浪犬 来帮助特殊族群的小朋友 就像我们这个课程 那就是一个更棒的一个新的选择 目前团队有奶茶 戚风与默默 三支幸福犬 团队研发个别化教育课程 有情绪 肢体 学习障碍的个案 可与幸福犬互动并进行职能复诫 并与医院及社会企业合作 希望透过幸福犬互动教育 帮助特殊儿童发展未来 记者赖伟一 桃源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学生想打工 听说要先办卡 还要先买东西 虾腿 有的还要先缴钱 要缴证件 要缴信用卡 A 还有的只要负责提款 就可以领三万块 这是什么工作啊 怎么这么奇怪耶 小心有陷阱 让我告诉新鲜人 寻找打工资讯要记得3 要准备及欺负原则 不让假讯息危害你 要陪同或告知 将可险恶 请亲友陪同哦 要确定 检视征财广告内容是否合理 要存疑 主动搜集征财公司的资料 不缴钱 还没赚钱怎么先花钱 不购买 又不是参加购物团 不办卡 是要帮别人打业绩吗 不签约 别傻傻的被卖了 不离身 又不是笨蛋随便给证件 不饮用 是去应征不适去聚餐 不非法工作 千万不要胡搞瞎搞啊 快把这三要七部口诀多念几遍 这样才会聪明分辨真假讯息 打工才会有保障啊 中家集团关心您哦 大家好 我是截病管制处防疫医师林永青 目前国际疫情依旧严峻 陆进时如果身体不适 请主动告知检疫人员 陆进后请落实居家检疫措施 一